近期有媒体爆料 称罗志祥将在本月推出新单曲 疑似在位复出探路 并且还有消息称 在明年或将登上小巨蛋表演 从而正式开启他的复出之路 其实在罗志祥事件发生后 他就曾一直尝试着复出 例如在新疆棉风波出现后 罗志祥就曾发文公开支持新疆棉 当河南面临水灾时 他又第一时间捐款50万 因此也被很多网友调侃到 这是在位以后的复出进行铺路 但面对网友的调侃 罗志祥却说到 还是会继续做慈善 其实从另一个角度去看 如果不去考虑他的动机 那么他的捐款确实是能够帮助灾区的同胞 或许这就足够了 最后关于罗志祥付出这件事 大家认为他还有机会吗 哈喽 我回来了